迈入第34届的增文水库马拉松 今天从南区水资源局增文水库园区开跑 来自成雅的黑人军团Mutati Lucas-Walmer 以2小时39分04秒在全马祖称王女子组 则由在地台男人陈梅文以3小时19分夺冠 今年赛会由台南市政府与中华田径协会共同举办 吸引全国超过4000多名选手前来朝圣 跑者行经曾文之眼水库坝顶以及增文水库观景台 行经坝顶前更有将近100公尺的高度落差 考验着选手们的体力与耐力 除拥有美景与挑战性的赛道外 此次补给占出了基本的香蕉运动饮料 更提供了热食特色水果及台男在地小吃 赛道上并有超过10台的专业计时中 终点区除了裁判首超成绩之外 还使用了晶片计时系统 让最终排名成绩更加客观正确 增文水库马拉松今天落幕 台南令场指标赛事2018 台南古都国际马拉松则将于明年3月4日 从永华市镇中心西侧广场起跑 增文水库马拉松今天开跑 图展通红策略整合行销提供分享 来自层雅的Mutati Lucas-Walmer 摘下全马男子组冠军 图展通红策略整合行销提供分享